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學早安 那我們這一次就是第二次的實體上課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跟各位這個 這個說一下這個application in finance的一些相關的一些這個應用 那這個所以我們今天大概要說什麼事情呢 我們今天就是說給跟大家這個有點是demonstrate一個 就是說一個實際上的task 就是說主要就是在這個分析財經市場的資料的時候 會做的一些事情 那typically我們在做這個財經資料的分析的時候 總是會需要用到資料檔嘛 所以我們必須要讀檔寫檔做這些事情 然後呢通常呢後面會牽涉到一些統計模型之類的資料分析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會有一個簡單的這個回歸模型的這個分析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這個所謂的這個股票資料 所以股票資料當然就是會有一大堆股票 像台灣其實有七八百家股票 七八百支股票對不對 所以說你在做這類的分析的時候 你通常類似的事情會重複做很多次 所以就是會有一些這個rooping的這種 這種這個工作需要做 那最後就是說我們要呈現我們的這個結果嘛 所以就是說有一些這個資料視覺化的一些這個工作啦 那我們資料視覺化用的是這個這個MatePlusLIB的這個東西啦 那所以我們就從這個股票市場的很快速的簡介開始 那股票市場就是說大家應該都聽過 也許有買也許沒有買 那但是就是說股票市場大概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初級市場 一種叫做這個次級市場 那初級市場就是所謂的初次公開發行的時候的那個市場 就是說從這個公司一開始可能沒有所謂的公開發行 然後他要變成公開發行的公司的時候呢 那他就是要賣股票給大家嘛 那大家買了之後就變股東 這個叫初級市場 那次級市場就是說你這個發行完之後呢 這個已經有買到股票的人了 他可以賣給別人對不對 那這個市場就是所謂的這個次級市場 那這個公開發行當然不是每天會遇到的 所以大家平常看到的這個 這些市場的資訊 其實上都是次級市場 都是次級市場 那所以這個次級市場在哪裡交易呢 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所謂的台灣證券交易所 那這間交易所成立的時間是1961年 蠻早的 那這個他是所謂的股份有限公司對不對 然後交易時間是禮拜一到禮拜五 從早上9點一直到下午1點半 那這個如果說遇到颱風 就是看台北市有沒有遇到颱風 台北市又遇到颱風的話呢 就會如果台北市停班停課 就是整個台灣就停班停課 不然就是沒有 因為就是他們所在地是在台北嘛 那所以這個很快的我們看一下 這個整個這個股票市場的 這個的這個一些統計的資料 我們總共有800多家的這個公開這個上市公司 那上規公司我們這次是不討論 我們就討論上市公司而已 那市值還蠻高的啦 那這個這個光看那個數字 可能比較不清楚他的這個 這個台灣的這個資本市場的狀況 你如果看這個全球排名的話 大概會比較清楚啦 我們公開發行的這個公司是800多家嘛 全球排名這個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資本額吧 是全球第15名 市值是全球第18名 那加速是第15名 那我想這個第10幾名這個事情 對台灣來說應該是 表示整個市場還蠻深重 因為我們其實很小人又很少對不對 那 所以我們算是一個還算是活躍的市場 那這個 所以我們要分析的資料 大概是這個所謂的交易的日資料 那你如果沒有什麼概念的話 我們這邊就給各位一個很簡略的 一個這個資料的樣態 那資料一般來說就是會有這個 比如說每一天 有800多家公司在交易嘛 所以就是會有每一家公司 比如說台泥 它有個代號叫1101對不對 亞泥是1102 所以台灣的股票代號是用數字啦 然後呢有產業的 產業的這個類別啦 這個我們這一次就不是那麼 這一次的分析產業類別不是那麼重要 那每一次這個股票市場 每天早上開盤的時候會有一個開盤價嘛 所以這個開盤價比如說10.4塊 然後呢它就會 就它價格就開始波動啊對不對 大家就會下單要買要賣啊對不對 然後呢就會有個這個當日的最高價 最低價還有一個收盤價 收盤價 那這個中間的交易的形態 是一種所謂的這個Action的一個形態啦 那細節我們就不說了 那反正你有興趣你自己去看相關的這個資料 但是就是typically我們看到的資料是長這個樣子 那你如果把今天的收盤價跟昨天的收盤價 就拿來就可以計算這個 這個今天的這個漲幅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計算漲幅的這個 漲跌幅的這個過程裡面 還需要做一些調整啦 就是主要是做所謂的除權息調整啦 那就是有些時候 有些公司會發股票啊 或者發現金啊這些東西 我們需要做一些適當的調整啦 那這個細節我們當然就不講 那重點就是說 你知道就是說我們的資料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主要針對的就是 是用收盤價算出來的日 就是每日的這個漲跌幅來做分析 那你說這要分析什麼呢 那我們就是引入了一個所謂的理論架構 這理論架構是什麼呢 想說我們是商館程式設計嘛 所以總是會跟商館有點關係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扯了一個這個 怎麼要分析股票的這個報酬的資料呢 那這個我們就用了一個這個 大家可能有些人有聽過 叫做CAPEN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那這個是一個所謂的這個資產定價模型 資產定價模型啦 那這個資產定價模型 事實上是赫赫有名的啦 它是1960年代左右的時候發展的 那這些人 比如說什麼Jack Trader 什麼Shop Linder 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人 那他們事實上有名到什麼程度呢 他們有名到後來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所以他們是非常厲害的人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就是 他們那時候提出來的一個 這個模型的一個簡化版 簡化版 那這個是在 你在這個 這個各式的這個 比如說投資學啊 或者是財務經濟的教科書 都可以找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用很快的速度 把他後面imply的所謂的這個 這個統計模型 把他很快的跟各位說 讓我後面可以實作 那至於細節的話呢 你如果有興趣 當然可以自己去這個 自己再去看一看啦 那這個 剛剛那個卡片模型 他的這個基本的想法就是說呢 這個 整個這個股票市場 整個這個capital market 只有一種人 只有一種人 那這一種人呢 他呢有什麼特性呢 他有一種人 但是他有很多個 就是每個人都是都是一樣的 都有一樣的資訊 那都有這個一樣的這個想法 那他的基本的想法就是說呢 這個投資人呢 他必須要是理性的 然後呢 而且要是所謂的Rig-surverse 就是他是要這個風險區蔽 這種這種行為啦 那風險區蔽對正常人來說 在某些狀況下面 我們真的是風險區蔽的啦 那有些時候不是 比如說你去賭場的時候就不是 對不對 但是呢 你如果結婚生小孩之後你就會試 對不對 所以是不同的狀況下面 是不一樣 但他的假設就是說人是風險區蔽的 然後呢 我們是所謂的最大化的這個效用 所以大家做的事情就是說 在做決策的時候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然後呢 然後大家在買股票的時候呢 是會就所謂的是各個股票都會買 不會只有集中在某一個股票 然後呢 這個大家都是小小的 所以大家都是Price taker 就是說呢 不會說有人是股票大戶啊 他會左右市場的這個行情 而且呢 你可以這個 你可以買空或賣空 你借錢是不用成本的 借錢是不用成本 不是不用成本 是用這個所謂的這個無風險利率 來借錢 然後呢 這個沒有交易成本 沒有交易成本 然後也不會被瞌睡 然後呢 所有的資訊是大家都可以拿得到的 然後呢 所有的人的這個期望都是一樣的 這是標準的這個 這個在1960年代的這個財務經濟模型 大概都是長這個樣子 那有了這些假設之後呢 我們就會做一些這個理論的操作 那剛剛我們看到那些假設 是吧 那好多假設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透過所謂的這個最大化期望效用的這個操作 然後呢 就會導出一個很漂亮的一個模型 那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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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就是我們這邊講的所謂的Pricing Model 那這個Pricing Model是針對 Individual的Stack 就是每一支股票都會有這樣子的Pricing Model 那這個Pricing Model長什麼樣子呢 那Pricing Model就長這個樣子 他說呢 這個每一支股票 RI就是每一支股票的報酬 他呢 會是跟市場的報酬有一個關係 他跟市場的報酬會有一個線性的關係 RIM是市場報酬 RIF是無風險利率 然後呢 所以這個 他基本上就是說呢 這個每一支股票事實上呢 他的這個某一天的return 他會跟隨著市場的return 市場的return 減掉無風險利率之後呢 乘一個比例的關係 乘一個比例的關係 那這邊當然有一個RIF 這個是擷具項 那這邊這個SOMI是所謂的這個白噪音 白噪音或是殘差 所以這個模型就是前面那麼複雜的東西對不對 然後到最後呢 我們就有一個很這個很漂亮的一個模型可以使用 他就是說呢這個每一支股票的價格呢 把每一支股票的這個報酬呢 他事實上就會跟這個 這個市場的這個報酬 成一個這個線性的關係 那這個線性的關係呢 就可以拿來做文章對不對 怎麼說呢 那像這個貝塔I呢 就是鼎鼎有名的 所謂的這個Systematic Risk 就是系統風險 那怎麼說呢 因為就是說呢 如果說這個貝塔是大於1的話 表示什麼呢 表示市場如果漲一塊錢的話呢 市場如果漲1%的話呢 你大概會漲超過1% 市場如果跌1%你會跌超過1% 對不對 所以你是比市場的反應來得大的 對不對 然後呢 他如果是比如說是0到1之間的話 就表示說他你的反應 你的這個漲跌 是比市場來得小的 那如果是負的呢 那就有趣了對不對 就市場漲你就跌 市場跌你就漲 對不對 那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貝塔就是在這邊 就是所謂的這個系統風險 就是他隨著這個股票市場 整體的漲跌 他的變化 對不對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這個RF RF這個東西呢 在這邊指的是這個 所謂的這個無風險利率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做一些簡化的話呢 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現在呢 因為就是這個 畢竟我們上的不是財務經濟的 我們上的是程式課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RF射成0 那所以你RF射成0之後呢 他就變成所謂的一個 所謂的market model 那這個market model呢 跟前面那個其實長得很像 對不對 左手邊一樣還是每一支股票的報酬 然後呢 他的independent variable一樣是市場的報酬 然後呢 這時候就有一個這個 一樣有一個beta還有一個結局項 那這個beta的interpretation 跟剛剛講的是一樣的 就是說呢 是所謂的系統風險 就是說呢 這個股票呢 這個相對於市場的漲跌 他的這個 他的變化的狀況 那這個alpha i呢 alpha i在這邊呢 就是所謂的這個abnormal return abnormal return 那什麼叫abnormal return 就是所謂的異常報酬啦 異常報酬 異常報酬的意思就是說呢 suppose這個東西 應該要是0啦 因為你assume risk-free rate是0 對不對 那他如果大於0的話呢 就表示說 他好像這個 這個控制了這個 所謂的市場的漲跌之後呢 他的這個本身 這個是漲跌的狀況 大概是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 當然alpha i在這個模型上面的意思 就是說你如果把這個market return 設成0的時候呢 這個market 這個這支股票的這個報酬啦 那beta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系統性風險 就是說這個 跟隨著這個市場的這個漲跌啊 他的這個變化的狀況 那所以這兩個 這兩個系數 alpha跟beta 就可以拿來這個描述一支股票的特性 我們要描述一支股票的特性 通常我們會喜歡什麼 我們會喜歡這個股票的alpha i是比較大的啦 因為簡單的說的話呢 就是說一支股票它漲的時候呢 有一部分可能是整個市場推動的嘛 就是說呢 因為大家都漲 所以我也跟著漲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跟它的自己的特性有關 所以alpha i就比較像是說 你扣掉了整個這個市場的這個變化之後呢 你自己的那個部分 你自己的那個部分 那beta呢當然就是這個整個這個跟市場連動的狀況 那這兩個東西就可以拿來描述每一支股票的特性 每一支股票的特性 那比如說你如果希望你的投資是比較是這個所謂的反向的 對不對 大家好的時候你可以不好 大家不好的時候你要好 那你就會挑一些股票是beta是負的 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呢 它就會有一個這個反向變化的一個情形 對不對 然後呢 當然你會說我好 我應該要挑一些這個alpha i都是正的 這種股票看起來就是它本身是這個狀況比較好的 對不對 就是說呢beta如果是負的話 表示它的 in general它的這個一般的行為 會是跟這個市場會是相反的 那這種反向的東西有些時候就很有用 比如說你如果預期這個可能會市場會大跌的話 就買一些beta i是負的 對不對 那就很棒 這樣大家都哀哄片語的時候你就賺錢 類似像這樣子 好 所以呢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利用這樣子的模型 我們知道說呢 假設這個模型是對的話 股票的行為會是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希望把這個alpha跟beta 把它算出來 對不對 那alpha跟beta怎麼算出來 這個其實就是回歸 這是單變數回歸 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那我們事實上有一個作業是在做單變數回歸 所以suppose大家看到這個東西 應該會覺得很熟悉對不對 而且大家應該如果修過統計的話 應該統計大部分都是必修嘛 所以應該也要對這些東西應該要了然於心啦 了然於心 那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就來說說 那要怎麼做呢 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跑回歸的時候 當然也有一些資料對不對 這個模型看起來它是 它是一支一支股票 是分開的 是分開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每一支股票 都拿來各自跑自己的模型 都拿來跑自己的模型 那所以呢 我們的想法就是說呢 這個我們是拿日資料來跑 然後呢 我們一次就是拿一年的日資料來跑 然後呢 每一支股票呢 各自跑自己的回歸模型 各自跑自己的回歸模型 那當然就是說 你要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需要一個很重要的這個 所謂的independent variable 就是是股票市場的報酬 日報酬對不對 那股票市場的日報酬呢 事實上已經有人整理好了 你直接去下載就好了啦 那我們用的是台灣股票加權指數的報酬 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的market return 那至於style return呢 一樣也是就是 你可以直接去這個 去人家整理好的地方下載啦 我們等一下會說你去哪裡下載 那你下載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做這個事情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的資料來源呢 就是所謂的台灣經濟情報 這個是管理學院有買的 這個一個財經資料庫 你會說這個股票市場的報酬 不是就是說 你也可以去網路上面 什麼Yahoo好像有對不對 還有一些什麼 交易所好像也有提供啦 不過他們提供的資料比較不是那麼完整 那我們就是說這個 我們管理學院買的這個台灣經濟情報 裡面大概有完整的資料 所以你就是說 而且他已經是CSV format了 就比較方便 那當然你有別的來源 你也可以這個自己去試試看啦 應該都是會是一樣的結果 如果不一樣就慘了 不知道是誰錯了 那所以呢 我們的頻率是所謂的這個日資料 他已經幫你做所謂的儲權息調整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 我們為什麼會使用台灣經濟情報 就是說這個事情就是 是一個routine 我們要做的這個前處理啦 那既然他已經幫你做了 那我們就不用擔心這個事情 對不對 我們就不用擔心這個事情 然後呢 所以這個是這個前面的部分 那我們大概使用就是說 股票市場有分很多不同類型的啦 那我們這邊就是用所謂的普通股 就是一般我們俗稱的股票啦 那一些特別的這個 什麼什麼 那種什麼基金啊那些東西 我們就不理他 我們不理他 我們就是單純的只有看這個 這個普通股 那這個資料下載的這個過程 我們就稍微跟大家說一下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想要自己試試看的話 我們事實上在這個SAVA上面有提供下載 已經從這個台灣經濟情報下載下來的資料檔 你可以直接檔下來就可以用了 你如果說想說你要自己 從頭到尾要試一次的話 你就自己去安裝那個台灣經濟情報的層次 你如果是管理學院的IP的話 你就可以使用 那這個你就把那個程式點開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類似像這樣子的介面 那你如果說去把這個 這個台灣財經資料庫這個部分把它展開 然後有一個TEJ Equity的這個東西把它展開 你會看到一個這個調整股價 然後它是掛號日就是它是日資料 然後它有儲存期調整 然後你點進去之後 它就會把這個資料秀出來 那它這個台灣經濟情報有提供一個 這個蠻方便的 就是說你如果要下載大量的資料的時候的做法 就是說你就點這個所謂的特殊轉檔 這邊有一個特殊轉檔 那點完之後你就可以把 你就可以把所有你要的這個上市公司的普通股 把它拉過來對不對 然後我們現在要的主要就是報酬率啦 那其他的報酬率 收盤價就是是附帶的啦 那我們這邊用的這個 我們大概是一年一年下載 所以每一年的話 比如說你要2000年的資料的話 你就是從2000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 是吧 然後它default的分隔符號是TAB 然後這個之類的啦 然後我們是 它default也是名稱加代 我們就用它default的這個設定 然後你按開始轉檔它就會下載 這邊有一個開始轉檔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資料下載完之後 它就是一個文字檔 裡面就有這些公司的股價嘛 是不是 然後所以下載完之後 你就可以用notepad去把它打開來看一下啊 然後這個資料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就有點像是我們前面所看到的那個資料的樣子 就是一樣也是有這個代碼 然後股票的名字啊 它是年月日啊 比如說2016、0104就是2016年的1月4號 然後這邊就是報酬率對不對 然後點點點對不對 後面這些東西 然後所以這就資料就有了對不對 對不對 那就這個 似乎就可以開始來使用了對不對 那但是在這個可以開始分析之前 其實我們一些小問題 就是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資料檔其實有一些小小的問題需要處理的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前面在下載的時候 它是tab分隔 tab分隔就是tab tab就是大家鍵盤左邊的那一排沒有一個tab鍵 那一般來說呢 如果你是要用csv的檔案的話 它是comma分隔的 所以這有點麻煩對不對 那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說它有兩個headline 它一個 它是第一個headline是中文的 然後它一個英文的 那如果大家回去看一下 你看它第一個roll是中文的headline 然後第二個roll是英文的headline 對不對 所以有點麻煩 然後呢 第三個就是說 這個資料的排序的方式不是我們要的 對不對 那它事實上那個介面並沒有告訴你資料怎麼排序的 但是對我們來說資料排序還滿重要 因為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每一次把這支股票一年的資料 全部拉進來之後跑個回歸 對不對 那它目前排列的方式是 它看起來是先與日期排序之後 然後再去把股票的價格拉出來 再把股票的價格列出來 但是對我們來說比較方便的方式 應該是先以股票排序之後 再以日期排序 這樣子的話 我們一次就可以把整個區段的 同一支股票的價格的這個報酬拉出來 就可以跑回歸 這看起來是比較方便 所以這個資料排序的方式 看起來不是我們要的 那所以就是有這些問題我們需要處理 對不對 然後所以呢 所以比較好的方式事實上是 先以股票排序之後 再以價格來排序 對不對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事情就是 我們的市場報酬在哪裡 我們沒有抓市場報酬 對不對 所以市場報酬也是一個需要處理的事情 然後呢 所以這市場報酬呢 這個當然我們可以另外去抓啦 那抓了之後呢 我們就必須要所謂的 要把它合併回來我們這個日報酬的資料 對不對 不然你怎麼跑回歸 回歸是一個這個日報酬 一個股票日報酬搭配一個這個 當天的同一天的這個市場的報酬 才可以跑回歸嘛 所以你要做一個類似像這個合併 merge的一個動作 那所以這個為了處理這些問題 我們大概規劃了一下 整個這個資料的這個處理的流程 資料處理的流程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中文的這個headline 雖然說我們有這個作業 有處理過中文 那畢竟就是說中文的處理還是稍微麻煩一些 那所以我們就是選擇使用這個英文的這個表頭啦 然後呢我們希望把我們的資料呢 把它轉換成標準的CSV的format 然後呢 標準的CSV format的意思是說呢 這個事實上後面 它原來的這個原始資料裡面有一些空白 我們就會把它移除掉 你如果沒有注意到我們來看一下 這其實有很多空白 像這個地方呢 這個它分隔的是TAB 那但是你看不出來就是說這個 這裡面除了TAB之外還有一些這個空白 那些空白是我們不想要的東西啦 所以我們希望把它移除掉 把它移除掉 那所以這些事情其實在各位的這個上課 還有這個作業裡面 多多少少都有練習到這些這個 相關的一些這個技法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把它 整個把它這個從頭串起來 那第二個事情是說呢 我們把它轉成CSV檔之後呢 我們後面還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需要排序資料 那因為我們前面說這個原來的這個排序方式 是以日期為主的排序方式 這不是我們想要的 我們希望是以股票為主的一個排序方式 那我們的目前的資料檔 我們是一次是下載一年對不對 所以這資料檔裡面有一年的 所有的股票的資料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需要去處理一下 這個市場的這個報酬的資料 市場的報酬資料 那做完前面三點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做這個 我們要想要做的這個回歸分析對不對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這個 卡片模型的這個分析 是吧 那這個分析需要做什麼事情呢 它需要把每一支股票的 這個每一天的報酬呢 跟那一天的這個市場報酬 把它這個merge起來 把它merge起來之後 然後呢跑了回歸之後呢 我們就把我們關心的事實上就是 alpha跟beta對不對 我們就把alpha跟beta 把它記錄下來 把它記錄下來 那這個大概是整個這個程序 整個程序 就是我們整個需要這個 從頭到尾要做的事情 那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是 把一些這個每一步驟的一些細節 把它這個稍微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所以第一步做什麼事情呢 第一步就是需要把這個原始檔案讀進來 然後呢做一些基本的處理 對不對 把tap換成痘點啊 把空白這個消掉啊這個事情 所以你要做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就必須要做一個事情 就是我們需要讀檔跟寫檔 我們要需要讀檔跟寫檔 然後另外我們需要讀寫csv檔案 讀寫csv檔案 那這個 所以我們就來講一下 怎麼樣讀檔跟寫檔 在python裡面 那這個讀檔跟寫檔這個事情 在python裡面呢 它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說呢 大家其實對檔案 對電腦裡面檔案應該有某種程度的熟悉 那對很多人來說 檔案可能就是一個icon 你點這個icon的時候呢 那個檔案可能就會打開 對不對 檔案就會打開 那在python裡面呢 你如果要去操縱一個檔案的時候呢 我們的做法呢 會是把這個檔案呢 跟某一個變數做連結 某一個變數做連結 那你做完這件事情之後呢 這個變 你對這個變數操作的時候呢 就會是相當於對這個檔案操作 那所以這個我們等一下會看到一個 這個看到exactly怎麼做這件事情 但是就是說呢 大家要先有一個概念就是說呢 你在做檔案操作的時候 你事實上是對一個變數在操作 那這個變數是連結到你要操作的檔案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所以呢 你如果操作這個變數就可以讀寫檔案了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些細節 當然就是說 在這個整個這個操作的過程裡面 第一個事情你必須要能夠把這個 這個檔案把它打開啦 然後呢 操作完之後呢 要把它關起來 把它關起來 那這個事情呢 就是 我們這邊要特別強調就是說 你把檔案關起來這件事情 那把檔案關起來這件事情呢 在做檔案操作的時候呢 是還蠻重要的 因為就是說你如果說 把檔案打開之後 把它連結到一個變數之後呢 你如果沒有在最後把檔案關起來的話 可能這個你做的這些動作 可能最後並沒有寫入到你的硬碟裡面 那就會造成資料的遺失啦 那 所以這個是一個 這個 這個要特別強調的 那通常就是說 你在做檔案操作的時候 通常就有三個步驟啦 第一個就是把檔案打開 把檔案打開 那檔案打開之後呢 就看說你要讀或是寫 你要讀或是寫 那做完之後呢 就要把檔案關起來 所以就是很簡單的三步驟 三步驟 那講完這個比較大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在Python裡面怎麼做這個事情 怎麼操作檔案 那在Python裡面 你如果要操作檔案的話 你是用open這個指令 open這個指令 那這個指令呢 大概會傳入三個東西 一個是你的檔名是什麼 比如說你如果要讀檔的話呢 你要從哪裡讀檔 這個檔名是什麼 那第二個是 這個你要操作的模式是什麼 在這邊這個模式 指的通常是讀或是寫 讀或是寫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這個 大家可能比較沒有聽過 就是說呢 是你要讀寫的是 所謂的這個文字檔 或者是非文字檔的這個格式 檔案格式 那第三個就是說呢 這個檔案的編碼是什麼 檔案的編碼是什麼 那我們事實上在之前花時間 有大概說一下就是現在的 電腦系統的一些編碼 當然就是說最常用的是 所謂的UTF-8 然後UTF-8這個編碼 那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這個 Big Fire也是滿常用的 所以你要知道說你的 你要讀的那個檔案是什麼樣的編碼 或者你要寫出去的時候 你要用什麼樣的編碼寫出去 寫到硬碟裡面 那所以這個名字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它是這個檔名 它是檔名 它是檔名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那另外一個這個 左邊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這個變數 就是說呢 當你這個 你說你要打 你要這個讀檔或寫檔的時候 你要open這個指定 然後呢 你叫Python去打開一個檔案的時候 Python會做什麼事情 它會去 如果說你是讀檔的話 它真的會去把這個檔案 把它這個 確認它有沒有在 對不對 然後它會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呢 它會把一些這個檔案相關的資訊 放到一個變數裡面 那這個變數呢 就是你這邊 你可以自己指定 你要叫什麼名字 那這個變數呢 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叫做file handler file handler 那file handler是什麼呢 Handle的就是 這個 這個就是handle的 這是杯子的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手把 對 手把 所以它就是檔案的手把的意思 檔案的手把的意思 那就是 所以這個 這個名字應該很合理嘛 因為就是說呢 這個杯子的手把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拿來拿杯子 所以檔案的手把可以拿來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可以拿來處理檔案 好 那所以呢 這個如果你是處理文字檔的話呢 你這個mode 大概就是r 就是如果你要讀檔 w就是要寫檔 那 如果說呢 你是非文字檔的話呢 你如果要讀的話 你就要用rb b是stand for binary的意思 或是wd 就是寫檔的意思 那 encoding就如同我們剛剛講的 它是這個編碼的 檔案編碼的這個格式啦 那 如果說你沒有給的話 它就是用系統預設的 那你說系統預設是什麼 那就要問你的系統才會知道 那你如果不想要這個 depend on 你的系統是預設是什麼的話 那你就最好自己給啦 那 通常你會自己給的 通常會這邊會給的狀況就是說呢 你如果這個 你如果要你的這個程式 如果要在不同的這個作業系統 或者不同的環境 都要能夠正常的這個執行的時候呢 這邊最好就是把它這個搞清楚 那所以呢 如果說呢 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這邊 比如說如果你要 你要讀這個 numbers.dat的這個檔案的時候呢 就是說 open對不對 然後 numbers.dat 然後呢 假設你只要讀你就寫r 這個mode是r 然後呢 把這個結果回傳到一個in file的這個file handler 是 b是binary的意思 binary就是是二進位的意思 對 然後 對 然後 所以這個in file就是我們前面講的這個file handler file handler 好 還沒有其他的問題 所以呢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是 假設你如果把你自己的這個 我們在saber上面那個資料檔你把它下載回來 然後呢 裡面事實上就有一個這個 這個roll year 2016.tst的這個檔案 那你如果說我們現在這個檔名叫做roll year 2016 然後呢 你說我們要open 然後這個stock fn stock fn就是這個檔名嘛 然後呢 我說我們mode是讀的話 通常你會fail 除非你運氣非常的好 然後呢 這個fail他會說什麼呢 他會說呢 這個error是什麼 file not foun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然後呢 他說找不到這個檔案 那你就會覺得奇怪啦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這個assume你已經把檔案下載下來了 而且已經確實的放在你的這個硬碟裡面了 通常你執行這個指定的話 通常都會有這個錯誤訊息 那這個原因當然是 因為python找不到檔案 python找不到檔案 那會說為什麼找不到檔案 我明明已經下載啦 明明在那裡啊 為什麼會找不到呢 那所以這時候呢 我就要先跟各位說一下 一些這個檔案處理的一些基本的知識 你如果有這些基本知識之後呢 你就可以很有效的避免 類似像這樣子的這個錯誤訊息 這樣子的錯誤訊息 那這個基本的知識呢 其實很多人應該也有聽過一些類似的東西啦 那主要就是說呢 檔名事實上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路徑 一部分是名稱 路徑跟名稱 那這個路徑跟名稱 合起來的時候呢 又有兩種狀況 一種叫做這個所謂的這個絕對路徑 一種叫做相對路徑 那絕對路徑呢 指的是就是說呢 從根目錄一路到最後的你的檔名 全部連起來的那個字串 叫做絕對路徑 比如說你如果在Windows下面 你打開一個資料夾 你如果用滑鼠去點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就會顯示出他的絕對路徑是什麼 通常絕對路徑還蠻長的啦 就是depends on 你是放在什麼地方 比如說像這個 像這個絕對路徑是K冒號 反斜線啊 什麼PPC 理線2017 什麼PTT module 2啊 一大堆 對不對 Data 這個是絕對路徑 然後呢 後面要接你的這個檔名是什麼 那所以前面就是這個 你存放的那個目錄的位置的絕對路徑 然後呢 然後你如果再接上你的這個檔名的話呢 這個這樣就會完整的這個 完整的告訴Python說你的檔案是在哪裡 你如果只有後面這一段的話呢 那Python呢 他會有一個自己預設的這個目錄的路徑 這個目錄的路徑不一定會是你這個下載檔案的位置 所以通常呢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會讀不到檔案 那你如果要避免這個問題的話 你就必須要把整個完整的路徑 從這個 從哪個槽啊 然後呢 根目錄一路下來 這個整個路徑都給他 那這個對初學者來說 是一個最保險的方式 最保險的指定這個檔案路徑的方式 那另外一種方式是所謂的相對路徑 那相對路徑就是 是我們後面 我們今天大概不會講相對路徑 我們今天就是以絕對路徑為主 絕對路徑為主 那有了這個絕對路徑之後呢 另外一個要跟大家說的是 就是這個路徑 這個路徑裡面用到一個東西叫做反斜線 反斜線 那如果你是用Windows的話 你就會遇到這個東西 如果用Mac或者用Linux的話呢 比如說Ubuntu之類的就不會遇到這個事情 但是就是說Windows可能現在還佔可能50%的這個使用者 包括我自己 我是也是蠻常用Windows的這個作業系統 所以這個是一個 這個我想大家需要知道的一個嘗試 那對Windows的User來說呢 這個Windows使用這個反斜線 來在它的路徑裡面 就是分隔不同的這個階層的目錄的時候 那其他的作業系統 使用的是這個所謂的這個斜線 那斜線這個東西是斜這個 往右邊斜就是Supply Curve 然後這個是Demand Curve 就是不一樣的斜法 那大家自己要記得啦 那所以這個backslash這個東西 就是是一個很特別的 在這個不只是python 就是在一般的程式語言裡面 它都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啦 那它事實上是有一個意思 就是說它是所謂的escape character 它是所謂的跳脫字緣 那跳脫字緣的意思是說呢 這個反斜線後面接的字緣 有別的意思 有別的意思 這是為什麼反斜線叫做escape character 就是它要跳脫一般的意思的那個意思 那這個 對 所以它後面接的那個字緣 就會有不同的解釋啦 那大家如果說有在看一些這個文件的話 你也許會看到類似像這樣子的東西 這是一個跳脫字緣使用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如果定義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是用雙引號來定義 當然python裡面你可以用單引號或雙引號 假設你用雙引號定義一個字串 你的字串裡面又有引號要怎麼辦呢 一個簡單的方法當然就是說 我就把外面這個雙引號改成單引號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做法就是說呢 這個雙引號裡面的這個雙引號呢 因為這時候它不再是用來定義字串的這個開頭跟結尾 那它事實上就只是一個單純的引號的這個字緣的時候 我們就前面加一個escape character 這時候呢 python就不會把這個引號當成是字串結尾的引號 而是把它當成是一個單純的這個引號的這個字緣而已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去定義用雙引號去定義一個 裡面有雙引號的一個這個字串 所以如果你如果說這個Stream1是 TestStream 那個Test有掛號 然後這個每一個雙關號前面都有一個這個escape 這個backstage 就是escape character的話呢 你這個最後就會 你就可以成功的定義這個一個字串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這時候這個引號就是因為前面有一個escape character 所以它不會被當成是這一個字串的結尾 而是單純的一個這個雙引號 那這件事情就是一個這個backslash的這個常用的一個這個情境 那在我們這個情境呢 它事實上這個backslash它就直接存在在我們的這個絕對路徑裡面 那所以呢如果說呢 你如果單純的只是把這個絕對路徑copy過來 在python裡面的話呢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你如果說比如說你就直接把這一大串東西copy過來的話 然後你print這個字串 然後它就會你就會發現一些這個奇怪的現象 就是比如說呢這邊是PBC2017對不對 PTT Module 2 2017 Module 2的application 然後呢data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這邊有一個backslash 然後roll roll底線year2016對不對 但是這個backslashr backslashr事實上是有特別的意思 所以它這邊就幫你換航了 就是backslashr事實上是換航自圓啦 某種程度上它事實上就是換航自圓 所以它就會被解釋成是這個 你的這個絕對路徑是到這邊是有換航的 然後呢這個r不見了變成aw 它就會是一個錯誤的一個這個字圓 所以就不能這樣子做 所以你要怎麼做呢 你就必須要把所有的這個backslash 前面再加上一個backslash 那這個是python的規定啦 就是說呢如果說你的escape character 並不是escape character 而是只是單純的一個這個backslash的這個字圓的時候呢 我們就用兩個backslash來當作是一個backslash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這個 這個絕對路徑的backslash裡面呢 全部都這個從一個變成兩個 那這樣子呢整個過程 這樣子的結果就會是正常的 這樣結果就會是正常的 所以這大概是一個這個 在Windows下面操作這個檔名 蠻重要的一個觀念 如果說這件事情你沒有搞清楚的話呢 你在做檔案的操作的時候 就會遇到非常大的挫折 遇到非常大的挫折 所以這是一個大家 我希望大家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可以搞清楚的兩個觀念 一個叫做絕對路徑 一個叫做這個backslash 如果你是用Windows的這個作為系統的話 所以這個講完這些事情之後呢 後面就這個我們就可以來說一下 這個怎麼樣做這樣子的操作 那另外一個要跟大家說的就是說呢 你從那個台灣經濟星報下載下來的這個檔案 它那個編碼是所謂的CP950 就是是BigPhi的編碼 那BigPhi跟CP950是類似的東西 它沒有完全一樣 但是它是非常類似 CP950是IBM取的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它是IBM取的一個編碼的標準 它就是說這個東西就是 它是拿BigPhi做一些調整之後 把它叫做CP950 那所以我們這邊用的就是絕對路徑 對不對 絕對路徑 而且這個絕對路徑呢 現在這個所有的backslash 都是變成double的backslash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這個檔案就不會有問題 然後呢 所以我們這個寫檔的話呢 這邊就是這個用open這個指令嘛 然後把這個檔名傳進去 然後告訴它我們現在是要R R就是要寫檔 就是要寫檔 然後encoding 這邊是CP950 就是是Windows的這個 說它是BigPhi的方式 那你會說 那我怎麼知道它是這個BigPhi 那這個就是你可能要 可能要詢問一下那個 比如說這邊是台灣經濟星報的這個公司 他們到底是用什麼編碼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自己試試看 那有了之後 這個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丟到一個這個檔一個這個變數叫做FH1 那這個FH1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所謂的FileHandler這個東西 那這個FileHandler呢就是可以拿來做 拿來處理檔案嘛 所以我們現在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現在就是FH1.readme 就是說我們從這個檔案的檔案裡面讀出一行來 然後把這一行這個擺到Align這個變數裡面 那所以我們這時候如果印PrintAlign的話 它就會把第一行印出來 那第一行就是我們前面有看到就是那個中文的那個表頭的部分 中文的表頭的部分 那如果如果你在重複剛剛的這個動作 再做一次會怎樣呢? 你如果把FH1再點ReadLine再一次的話呢 然後呢再把它放到Align這個變數 然後你這時候PrintAlign的話 它就會是第二個這個這個第二個Row 第二個Row 第二個Row 所以它你就你可以不斷的ReadLine 不斷的ReadLine 它就會一行一行的讀下來 一行一行的讀下來 一行一行的讀下來 所以這就是一個簡單的你要讀檔 如果是文字檔的話 我們通常會一行一行的讀對不對? 那一行一行讀的方式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讀完了之後 這中間你可能還要做別的事情對不對? 讀完之後最後要把檔案關起來 就是FH1.close 這時候它檔案就關起來了 就是大概是這個一個簡單的 這個讀檔的一個這個程序啦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是希望說這個 我們希望把這個檔案做一些調整 對不對?做一些處理對不對? 那這個處理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前面有看到 第一行事實上是中文標頭 第二行是英文標頭 我們不要中文標頭 我們只要英文標頭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它本來是tap分格的 因為我們下載的時候是選tap分格 然後我們希望把tap分格改成這個豆點分格的 豆點分格就是標準的CSV的格式 那這個當然就是說這些事情 在這個Python裡面要處理的話 一個比較這個簡單的方式 其實是用Python一個Build-in的這個CSV的一個library 就是說它本身是可以用來這個讀寫 CSV檔案的 CSV檔案的 那你要使用這樣子的這個library的話 你做的事情就是你就是前面加個import CSV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CSV的這個功能 那所以我們基本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CSV的這個library 你可以用來這個讀寫CSV的檔案 那我們的檔案的格式跟CSV檔案的格式 其實是很類似的 就是說我們本來CSV是豆點分格 那我們現在是這個tap分格 那這個事情事實上可以透過一些參數的指定的方式 把這個讓CSV的這個library 也可以處理這個我們現在的這個檔案格式 那所以那個做法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import了CSV之後 我們首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一樣要開檔案 也要開檔案 然後把它擺到一個file handle 假設我們已經做好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如果跟他說你現在的分格符號 本來他預設是豆點嘛 我們現在把它改成backslash t 就是是tap符號的意思 那這樣子的這個設定就可以讓 原來的這個CSV的library 可以讀寫我們現有手上的這個檔案格式 那所以這個使用CSV的這個library的方式 一樣就是說你會有 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要先建構一個所謂的reader的這個東西 如果你要讀檔的話 那它take的東西就是一個file handler 就是我們前面看到那個file handler 然後這個你做完之後 它就會跑出一個 就是你可以用一個變數去接收 它做出來這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你後面就可以去讀這個 做操作這個CSV檔案 所以整個程序大概是這樣 我們第一步會先import CSV 對不對 import CSV 然後跟他說 然後指定一下這個檔名 對不對在這邊是stockfm 就是我們前面看到那一串東西 對不對 那有了這一串東西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需要做一些這個 把這個檔案打開這件事情 那檔案打開我們用的就是說 open這個指令對不對 把檔名傳進去說 我們是要讀檔案 incoding是CP950 然後最後面有一個這個newline 是一個空支援 兩個引號 兩個單引號 引起來是一個空支援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是CSV的Library指定的 他說如果說你要使用我的CSVLibrary的時候 你的這個在開檔的時候 你必須要傳一個參數 這個newline必須要是一個空支援 空支援 那這個空支援是什麼意思呢 空支援的意思是說 因為這個python它是可以跨平台的 它可以在不同的作業系統裡面都可以使用 不同的作業系統 事實上有不同的換行的支援 不同的換行支援 那這個比如說在這個windows下面 它的換行支援 事實上是所謂的 slashr、slashm 是兩個byte的 那但是在其他的地方 它可能是有別的換行支援 所以就是說這個newline等於空白的符號的意思是說 叫python不要去動這個換行支援的意思 那這個是CSV的這個Library prefer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依照它的方式 這個是在它的文件裡面有寫的 那我們開完檔案之後呢 這個第一件事就是把第一行讀出來 第一行讀出來 所以我們就fh1.readline對不對 這時候就把第一行讀出來 那為什麼要讀第一行呢 因為有第一行不要 第一行不要 那時候我們把第一行讀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把這個file handler的丟給CSV的reader 告訴他說呢 你的這個換行呢 這個在這邊這個分隔符號是 是backslash t 就是是tab符號 然後呢 這時候你就可以透過這個CSV的操作 去讀寫這個資料檔 所以比如說呢 你如果print next reader2的話呢 他就會把這個 這個 下一行呢 透過CSV 處理完之後呢 把他印出來 所以這時候你拿到的東西呢 就會是一個 一個這個list對不對 他就會是一個list 所以他就會幫你處理好了 有沒有 看起來很棒對不對 他這個 這個 他這個每一個element呢 就是 已經幫你用這個tab 把你切開了對不對 把你切開了 就不再像之前那個是一串 長長的東西 對不對 他已經幫你切好了 那你如果在 在print next reader2 這個next這個函數呢 就是叫CSV 去讀下一個 下一筆資料 下一筆資料 那你就會看到說 下一筆資料就會是資料欄啊 比如說1101啊 但是你會發現說 這個地方呢 有一些空白 對不對 那這些空白是我們不要的 比如說台泥這後面有一些空白 對不對 他已經把你切 用tab 切了 這切的方式是對的 對不對 但是你會發現他這邊其實有一些這個 有一些這個你不要的空白 那而且就是說 這邊 這邊所有的這個東西呢 都是所謂的 所謂的字串的形別 都是字串的形別 那 所以這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在 你在讀下一個 下一個roll呢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不斷的用next 就可以讀一行一行的 把它讀下來 一行一行的讀下來 只是說這時候讀下來 他已經幫你做簡單的切割了 這是 這個是好處 但是他還是有一些事情需要處理一下 好 那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是 那就是說你做完之後就是好習慣 就是把這個file handler給他關起來 把handle 好 那做完這些事情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來 就來把這些東西兜起來 把這些東西兜起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要把原始的檔案讀進來 把第一行丟掉 剩下的部分呢 每一個roll讀進來之後呢 我們要把這個空白 extra的這個space把它幹掉 然後呢把它存檔 存到一個新的檔案 這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那所以呢 所以你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 可以輸出檔案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我們輸出檔案呢 我們這時候呢 就選擇使用這個utf8的encoding 這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這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然後呢 這個輸出 這個輸出檔名 這個你可以自己決定 然後呢 輸出的模式是 是w 就是寫檔的意思 然後呢 所以我們用這個東西呢 就可以做出一個 新的file handler 我們就把它叫做fh3 fh3 然後呢 把這個fh3 pass給csv的writer 就是寫csv的這個函式 然後呢 就會做出一個新的 所謂的csv的writer 叫做writer3 這是我們自己指定的一個名字 那這個writer就可以拿來 輸出這個csv的代表 這個檔案 那所以呢 我們做的事情就是說呢 我們前面知道怎麼樣讀檔 對不對 我們就把這個csv檔案 把原來那個文字檔 透過這個csvreader 一行一行讀進來之後呢 然後呢 每一行的每一個欄位呢 這個裡面那些空白 那些多餘的空白 我們就把它把它去除掉 去除掉之後 再透過這個csv的這個writer 這個writer3 把它寫到一個新的 這個csv的檔案裡面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那這個 這個把這個空白刪除這件事情 在這邊呢 我們就用了一個這個 在python裡面比較特別的一個做法 比較特別的一個做法 那這個做法是什麼呢 然後這個做法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這個東西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說他有一點繞口 不是繞口 有點這個怪怪的 那不過這個是很多人 認為是一個比較是python style的東西 你如果熟悉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你也許會比較 你也許會愛上他 也許不會 就像有人喜歡吃蘋果 有人喜歡吃鳳梨一樣 這個其實是看個人的喜好 但是我們在這邊就是 就是介紹一下在python裡面的一個 一些這個定義函數 以及這個處理資料的一個做法 那所以在這邊我們用到了一個東西 叫做lambda 那lambda是什麼呢 lambda事實上呢 就跟我們常用的這個dev的這個定義函數的東西 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你可以不要用lambda 你直接用dev然後定義一個函數 def定義一個函數也是可以的 那但是在lambda 我們這邊用lambda來定義這個函數的時候呢 它的好處就是說它很簡短 那這個函數做什麼事情呢 這個函數的這個 這個這個輸入呢是x 輸出是x.strip 輸出是x.strip 所以這個做法就是很 所以這個做法就可以讓你知道說 這個函數呢 事實上就是take一個這個 take一個變數 然後把這個變數的這個空白 這個把它幹掉 x.strip就是把空白移除嘛 然後呢 所以這個地方就定義了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呢是傳到哪裡去呢 傳到這個map的這個函數 那map的這個函數是做什麼用的呢 它是把這個arrows 這裡面arrows是一個list嘛 它把arrows裡面每一個element拿出來之後呢 apply你定義的這個函數 然後呢再把它output output成一個新的arrows 新的arrows 所以這一行做的事情就是 把原來的 假設你把那個csb檔案一行一行的讀進來對不對 讀進來之後呢 你把每一個這個 每一個arrows裡面它有很多個element對不對 然後呢就透過這個map這個函數呢 這個map的函數呢 它會把arrows裡面每一個element拿出來 然後呢執行這個x.strip這個事情 然後再把它寫到一個新的這個list裡面 新的list裡面 所以它就是做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呢你做完這個事情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writer3.writeRow 把它寫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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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邊的這個關鍵 事實上就是很單純的 是把資料一行一行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呢 每一行呢做簡單的處理 就是把它的這個 這個extra的space空白 用strip的這個方式呢 把它這個消除掉 之後呢 然後再把它寫出去 就做這樣子 那 所以這個整個東西合起來之後呢 大概就會是我們下面這個slide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一開始是importcsv對不對 這個大家看過很多次 然後把這個input的檔名指定在這裡 然後呢我們先做一個這個fh1 就是for讀檔的這個部分 然後讀檔的部分呢 把它這個file handler做出來之後 把第一行讀出來 然後把它丟掉對不對 丟掉就是說這個東西後續就沒有做別的事情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就用這個fh1做出一個csv的reader 然後告訴他說你的這個 這個換函符號是tab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就是 create一個這個output的檔案 這是output的檔案 那這個檔名是你自己可以決定的 然後呢你這個output的檔案呢 一樣是用open做出一個新的file handler的 這時候你是用這個寫write的格式 encoding是utf8 然後呢newline這個是 因為我們後面用csv的這個library 這是csv指定要的newline是空白 所以這時候呢我們接下來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說呢 我們把這個fh3這個寫檔的file handler丟給csv的writer之後呢 你就有一個可以用來寫出csv檔案的東西 那接下來你做的事情就是很簡單對不對 你去reader裡面把檔案一行一行的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呢那你做什麼事情呢 你就是把這一行呢 把它丟到前面這個map lambda的這個指令 那他做的事情就是這邊定義了一個這個 把input strip掉的這個函數 然後呢他用map apply這個函數到arrows這個list裡面 所以他要把arrows裡面每一個element 全部裡面的東西呢一個一個都把它拉出來 然後把它的空白刪掉之後 然後做出一個新的arrows 然後把這個arrows寫到我們的這個output的csv的檔案裡面 那最後呢再把這個 這個我們output的這個file handler的關起來 然後把input的file handler的關起來 就結束了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那所以呢這個output長什麼樣子 output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做完之後呢整個這個檔案呢 就會變成一個標準的csv的格式 標準的csv的格式 就是這個第一個roll是我們的這個這個表頭對不對 然後呢接下來就是 全部都是逗點分隔的沒有多餘的東西 沒有多餘的東西 所以我們講了這麼久才在講前處理對不對 你就知道說資料處理事實上很多時候呢 這個前面的這個前處理是非常花時間的 而且常常是人家都說前處理是很骯髒的 前處理是很骯髒的 那 所以接下來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現在終於有一個標準的csv格式了 那我們接下來下一件事 我們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就是我們必須要做一個資料的排序 那我們這個檔案事實上還滿大的 裡面有800多家公司一年的報酬對不對 然後我們希望把這個檔案依照這個 先依照這個股票的代號再依照日期排序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樣做到這件事情呢 我們這時候就是要 我們這邊就利用了一個這個現成的一個package 叫做csv-sorter 那這個csv-sorter不是python內建的一個韓式庫 那它是你必須要自己安裝的 那你就是安裝的方式很簡單 你可以是pip3 install csv-sorter 有些人他的裡面可能是沒有pip3而是pip 所以有些人你可能是要打pip install csv-sorter 那你安裝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import csv對不對 csv-sorter 那csv-sorter就可以幫你去做這個 這個 csv檔案的排序 那這個安裝的這個程序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如同這邊寫的 就是說有些人是pip 有些人是pip3 自己試一下 那你如果這個裝完 你如果執行成功的話 你就會看到說他去把這個csv-sorter下載回來 然後跟你說他已經successfully installed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csv-sorter這個東西 有在使用上面有一些這個要先跟各位說的事情 他還蠻方便 就是說他可以直接幫你去做csv檔案的排序 那他的好處就是說呢 他可以處理非常大的檔案 那這個而且他處理的方式大概就是說 他如果檔案很大的話 他會先把檔案做一些切割之後呢 然後各自先排序排好之後再把它合併起來 所以這是一個處理大的檔案的排序的問題 這個必須要的做法 那他的這個功能是蠻好的 但是他有一個小小的一個缺點 這個缺點是什麼呢 他就是他必須要寫一個這個暫存檔 要寫一個暫存檔 那這個暫存檔這個東西 他會寫在哪裡呢 他會寫在你這個執行python的時候的這個路徑 那如果說呢 你是你有設定notepad++的快速鍵的時候呢 那這個這個時候呢 你的這個路徑會是notepad++的路徑 那你如果不相信的話 你可以回去試一下 就是說你去寫一個小程式是importOS 然後這個os.gettw 你如果是在python裡面執行 要加前面要外面要加一個print 然後你就看到他事實上是這個 這個notepad++的這個路徑 notepad++的安裝的位置 那一般來說 就是說現在的作業系統 通常不允許你對這個 應用程式安裝的路徑進行讀寫 進行讀寫 所以呢你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你把這個路徑的這個 權限調成可讀寫 另外一個就是說你設一個新的 所謂的這個工作目錄的路徑 這個事實上是所謂的工作目錄的路徑 工作目錄的路徑 那你要做這件事情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說你就指定一個這個 一個你可以讀寫的路徑 通常你下載的那個路徑 下載那個這個地方的這個資料夾 通常都是可以讀寫的 不然你沒辦法下載對不對 所以你就把 其實就指定一個 比如說你就指定到 你可以下載的那個路徑之後 然後你就說OS.CHDIR CHANGEDIR 把它路徑 把那個工作路徑換到這個地方 那這樣子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檔案讀寫這個事情 中間就會牽涉到很多這個檔案的這個 這個路徑啊 檔名啊 這些事情 那這是為什麼我們留到現在才講 對不對 因為你如果不清楚 比如說自算的操作的話 你怎麼怎麼處理這些事情 你沒辦法處理這些事情 對不對 所以它事實上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一個工作 那 所以呢 我們要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可以使用CSVSorter了 那CSVSorter這個東西呢 在使用的時候我們必須要先告訴他說 我們要用哪一個column下去排序 我們在這邊這個我們這邊有把這個原來的這個檔案列在這裡 那我們希望能夠他能夠用第一個column 就是他的股票代號 接下來再用日期對不對 那 所以呢 要怎麼做呢 所以我們就importCSVSorter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 我們剛剛做出來的這個CSV的檔案 丟給他 丟給他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另外還要指定一個output的檔案 output的檔案 就是到時候他排序完之後要output到哪裡去 那這些東西呢 都做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呼叫CSVSorter CSVSorter 然後呢 他的使用方式是CSVSorter.CSVSorter 然後呢 告訴他的input的檔案是什麼 然後你排序的欄位是什麼 在這邊是0跟2 0就是第1 就是第0個column 然後呢 2就是0、1、2 2就是這個日期 所以0跟2的意思就是說 他會先照這個股票的代碼排序之後呢 再照他的這個日期排序 然後呢 output是我們這邊指定的這個output 然後呢 告訴他是 是這個檔案是有錶頭的 所以前面那個那個錶頭呢 是要留著的 是要留著的 那所以呢 這個輸出的結果呢 就是很單純的 就是 他就會 他就只有輸出說 merge one split 然後就結束了 就結束了 那這時候呢 他的這個sorting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那這時候呢 你如果去看這個新的檔案呢 他會長這個樣子 他會長這個樣子 那你就會發現說 這時候他的確是有先照這個 股票代碼排序之後呢 再照日期排序 對不對 現在日期是 2016年的 0104、0105、0106、0107、0108 一路下去 對不對 所以他事實上是有這個 已經有照了我們要排序的方式來排序了 那 那所以這個 基本上到這裡 錢處理才算是完成 對不對 錢處理才算是完成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跑回歸啦 就可以跑回歸了 那 回歸要怎麼跑呢 要跑回歸之前呢 還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這個market return 把它download回來 download回來 就是市場的return 那前面剛剛有同學問我說 這個stock return跟market return有什麼不一樣 stock return是股票的暴走 是單一股票的報酬 market return是整個市場的報酬 就是比如說你看到說今天 整個股票市場漲多少或跌多少 那個叫market return 那是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 這個market return這個資料一樣可以是 去這個台灣經濟新聞那邊下載 那在這邊呢 因為它就一個檔案 而且它檔案還蠻小的 我們就直接把它讀到excel裡面 然後處理output成csv檔案 所以它的這個 你會看到它的這個代碼是y9999 y9999 然後呢 這邊有日期跟這個美日的這個market 市場報酬 那 那有了這個市場報酬之後呢 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要擔心的事情 就是說這個整個這個檔案的合併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呢這個檔案是這個市場報酬 我們要跟這個每一支股票的這個這個日報酬要合併 合併的方式就是要用同一個日期的這個資料嘛 所以要merge by date對不對 那merge by date要怎麼樣做呢 才會有效率呢 那所以我們這邊的想法是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用到我們之前有 有教的這個所謂的dictionary對不對 因為我們要merge by date 那合併我們就用這個date來當成是key 做一個dictionary 然後呢到時候我們就可以很有效的 把每天你要的這個資料 把每日的這個市場報酬把它抓出來 把它抓出來 那所以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這個資料呢 這個是市場的報酬嘛 那裡面有這個有日期跟這個那一日的return 我們就把這個日期當成是key 這個那一天的報酬當成是value 然後建一個dictionary 好 這個dictionary 那這個dictionary後續呢 在做回歸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做回歸之前呢 用這個dictionary把這個每一天的這個日報酬呢 把它拉過去變成它的這個independent variable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所以這主要就是做dictionary 是因為我們到時候要match by date 對不對 大家還記得回歸的時候呢 左邊是單一股票某一天的報酬 右邊是市場那一天的市場報酬 對不對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好 那怎麼做這個事情呢 那整個程序其實也不算是太複雜 那所以呢 我們首先呢 就是要把我們剛剛用Excel處理好的這個市場報酬 把他這個讀進來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把這個檔名設定好之後呢 我們用open做一個這個讀的這個file handler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就是用一個這個稍微不一樣的這個reader 叫做dictreader 就是dictionaryreader的意思 我們前面用的都是csv.reader對不對 那這邊用的是他的一個變種 叫做dickreader 那dickreader是什麼呢 dickreader聽起來有點難聽 但是他就叫這個名字啊 dickreader他做的事情就是說 他讀進來的時候呢 你我們通常你如果是直接是csv.reader的話 他讀進來 他的輸出會是會是一個list 然後你要用這個第0個element 第1個element 第2個element下去access他 那這個dickreader呢做的事情就是說呢 他讀進來 他讀出來的東西呢 他會給你一個類似像這個dictionary的一個結構 所以你可以用欄位的名字去access他 比如說你讀出來 你用dickreader讀這個資料的時候呢 你可以說 你可以用這個欄位的名稱 mdate去access這個欄位 你可以用這個mkt就是market return的那個欄位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用dickreader做的事情呢 跟reader是很像的 只是說你這個抓資料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名稱而不是只能用位置 只能用 那所以呢 我們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現在呢 先準備好對不對 準備好這個reader的這個file handler了 然後呢做出一個新的這個 這個dickreader對不對 然後我們做一個空的market return的dictionary 這個到時候要拿來做market return的 這個我們剛剛講的那個dictionary 然後呢 我們一行一行讀 一行一行把這個資料讀出來 那讀出來的時候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每一個 每一筆資料呢 我們就把日期 mdate 這個日期當成是它的key 然後把market return的這個值 當成是它的value 然後我們就直接把它轉成float 所以我們就做出一個dictionary key是date value是它的這個market return 那一天的market return 然後呢做完之後呢就把這個file handler的關起來 關起來然後呢 順便告訴 我們這個market return的這個長度是多少 這個執行的時候呢 它就會跑出這個這一行對不對 這個read的5345market return data 就是這邊來的 所以現在大家一看到這個很熟悉嘛 %d對不對 然後這邊是這個market return 那個dictionary的長度 的大小啦 然後呢 所以你事實上呢 我們有了那個market return那個addictionary之後呢 你只要傳入這個日期 比如說2016的0105 the key對不對 然後它就會告訴你說 那一天的market return是多少 那這個東西就是後續 我們就可以拿來去做這個market return的merge 的merge by date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大家撐著點 快要了 快要可以跑回歸了 那你看 中間這個過程是 就是有點困難重重啊 對不對 那但是就是說 其實你熟悉了之後呢 就會發現說 其實就是說 用這種這個 用python這種東西來寫 它雖然剛開始比較麻煩一些 但是它後面給你很多很多彈性 很多事情就是說是 可能是這個 你如果用一些統計軟體來跑的話 它剛開始會很方便 但是有時候你想要做一些變化的時候 它就會卡住對不對 那python就開始反過來 它是一開始的時候比較麻煩 但是後面會比較方便 那這是一種取捨啦 看你就是說比較希望是怎麼樣子 那所以這個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這個跑回歸對不對 那跑回歸呢 我們現在就是有 我們知道檔案在長這個樣子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已經排完序了對不對 所以它是這個一個區塊一個區塊 每個區塊是不同的股票的報酬對不對 那我們希望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檔案一行一行的讀進來 然後讀完了一個檔案之後呢 我們就跑一次回歸 再讀然後再把這個結果記起來 然後再讀完下一個檔案的 下一個股票的資料之後呢 在讀完之後再跑一個回歸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你如果去觀察這個資料檔的話 其實它是滿好做的 因為你已經排完序了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去看這個第一個欄位的這個數字 如果說它變了 就表示你已經是進到一個新的股票了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個想法呢 去設計你的這個整個程序 整個程序 所以就是說我們就是利用這件事情 就是說利用這個同一支股票的資料都在一起這件事情 來設計我們的整個這個操作的這個計算這個回歸的這個方法 那你要怎麼樣可以知道說這個 比如說這個ID變了呢 那你必須要去把這個前一個RAW的ID要記起來 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是基本上是 這要讀進來是從第一個RAW讀下來 第一個RAW 第二個RAW 第三個RAW一路這樣讀下來對不對 然後我們讀讀讀讀讀讀到這個股票ID變的時候 我們就跑回歸 股票ID變的時候就跑回歸 你要怎麼樣做到這件事情呢 就是說你要記得前一個RAW的ID是什麼 而且你要不斷的去更新這個前一個RAW的ID 就是你讀下一個RAW的ID 判斷完也沒有一樣之後 你要去更新這個RAW的ID 你這樣才有辦法這個很consistent的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整個這個程式的架構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你前面一樣就是把 剛剛那個排完序的檔案讀進來對不對 然後我們這時候就用這個DickReader對不對 然後做完這個DickReader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process這個資料 我們就是用一個Fall回圈 這個Fall回圈就可以不斷的去把每一個RAW讀進來 每一個RAW讀進來之後 我們這邊就做一些處理對不對 處理完之後最後就把它close 就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是整個大的框架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大部分的神奇的事情都發生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就是你怎麼樣 每一個RAW讀進來之後去做適當的處理 最後跑出來是每一個股票的回歸模型 然後回歸模型會告訴你 α跟β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 所以如果我們稍微把這個 這個前面講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呢 稍微再把這個一些程式碼把它塞進來的話 我們大概需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需要做的事情是說呢 我們每一次 我們現在要跑回歸對不對 跑回歸需要什麼 我們跑回歸需要這個股票的 每一日的這個 每一支股票的日報酬 還有它那一天的市場的報酬 所以我們要有變數去儲存這些東西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們就做了一個這個 做了這個SReturn SDate 還有這個LAST COID 這三個變數 來儲存這個股票的報酬 還有它的這個 它這個裡面到底是經歷過哪些日期 還有就是我們一行一行讀進來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前一行的這個 這個股票代碼是什麼 那我們這個程序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一行一行讀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先 我們主要的就是這個股票代碼 名稱對不對 名稱事實上在這邊是沒有什麼用途的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呢 先把前一個這個股票代碼設成空置算 然後我們就 每一行就把這個這個股票代碼讀進來之後呢 如果說這個這個股票代碼 跟前一個股票代碼是不一樣的話呢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就把這個 就把這個 就去跑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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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如果說呢是一樣的話呢 我們就 就把資料再繼續再加上去 就這樣 所以這個是一個這個 蠻 這就是overall的這個process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重新再講一次 這個有一點點小複雜 一點點而已啦 所以我們一開始呢 這個前一個這個 這個股票代碼我們先設成空置算 然後呢 我們就每一個roll讀進來之後 我們就把那個 現在這個roll的這個股票代碼 把它記起來 然後呢 去比較說這個股票代碼 跟前一個股票代碼有沒有一樣 如果不一樣做這個事情 如果一樣做這個事情 我們先看一樣的時候 一樣的話就是說 我們還在同一支股票裡面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這一支股票的這個return的資料 把它放到SRET SRET本來是空的嘛 然後呢不斷的把它這個append的上去 對不對 然後把它的日期也不斷的append的上去 那我們在append的時候呢 我們就記得把這個 把這個股票的return 把它轉成float的型別 這個日期還是一樣是自算的型別 如果說呢 這個股票的代碼變了 就表示說現在已經到一個新的股票了 到了新的股票做什麼事情呢 到了新的股票就是先看一看說 我們前一支股票的這個資料的欄位 資料的這個長度 到底有多少 假設資料的長度 因為跑回歸需要最少 可能要三筆或五筆資料對不對 如果說它的資料 資料比數太少 跑回歸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就是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最小的資料的門檻 資料比數的門檻 如果這個門檻有超過 我們就在這裡跑回歸 跑完回歸之後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就要處理下一筆資料了 對不對 處理下一支股票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的SRET的這個變數呢 就Reset Reset呢 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直接就是把現在的這筆資料 當成是第一筆資料了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這些事情都做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要把 Reset的COID變成 把它設成 thisCOID 就是把前一個這個 股票代碼設成這個 現在的這個代碼 然後把前一個名字設成這個名字 然後我們就重新回到 這個loop就重來 對不對 就可以去process下一支的 下一個這個 下一筆資料 然後呢 全部做完之後就把它close 全部做完之後把它close 那 那這個整個程序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它這個 這個程序唯一的問題是什麼呢 唯一的問題是 最後一支股票會有問題 最後一支股票會有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說呢 這支股票 全部都資料讀完之後跑回歸 這支股票全部都資料讀完之後跑回歸 這支股票全部資料全部讀完之後跑回歸 那最後一支股票資料讀完之後呢 它回圈就結束了 所以最後一支股票的回歸沒跑到 除了這件事情之外呢 其他的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最後這個 最後這個事情也不會太難解決 你只要在最後 然後程式的最後這邊呢 再把這個跑回歸的這個routine再加進去就好了 那但是就是說 我們這樣子做它 大概整個程序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看說 這個 我們把這個判斷這個 這個某一支股票的這個 資料結束了沒這件事情 把它仔細的拿來看一下 所以它大概就是 是這個 看說這個LAST COID 跟現在這個COID有沒有一樣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說呢 如果是不一樣的話呢 而且你的資料長度夠長的話呢 我們就開始 跑回歸對不對 然後我們跑回歸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就印出一個訊息說 我們現在要對這一個 LAST COID 跑回歸 不是 this COID 是前一個對不對 是前一個 我們接下來就把所有的資料丟給 這個 一個 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幫你跑回歸對不對 那這時候需要有什麼資料呢 第一個當然要有每一天的這個 這支股票的return 還有呢 它的交易日期是哪些 最後還有一個這個 我們前面做出來的這個market return 那個dictionary 那為什麼要這三個東西 因為我們 我們的這個independent variable 是這個 是這個 是market return嘛 所以你要透過去 比對 這個交易日期跟market return 裡面的這個資料 去把independent variable做出來 做出來 那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說明一下 怎麼樣把這個 把這個資料 把這個market return的資料做出來 那這個把market return資料做出來這件事情 它的這個程序大概可以用這個 這一頁的這個code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的input大概就是說一堆日期 對不對 一堆日期 我們主要用的是這些日期 那有了這些日期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們先建一個空的list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就loop through 這個 這個 這些date 我們就一個一個 我們就是把這個 這個一個一個的這個 這個日期的資料抓出來 然後我們抓 我們loop的方式 我們在這邊是用這個 這個range 這個range就是 是0到len的sState 所以它會從0開始數 0、1、2、3 一直數到這個n-1 n是總數嘛 然後呢 每一個i呢 就是那個index 然後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0 這就是1 就是2對不對 每一個index做什麼事情呢 把這個index的日期拉出來 然後丟到market return的那個dictionary 這時候這個dictionary 就會把那一天的market return的數值 抓出來對不對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append到你這個slist裡面 那這個slist走完之後呢 你就會有一個完整的 這個那些交易的天的market return是多少 所以這是一個這個簡單的一個這個 幾行的call 我們就可以大概知道說 這件事情要怎麼做 這件事情要怎麼做 那你有這個x的list之後 你後面就可以去代入我們的這個回歸的那個公式啊 好不好 所以最後呢我們就是可以來看一下 那我們這個compute model就是跑這個回歸到底怎麼做 那我們跑回歸我們的這個傳入就是一個是whitelist 就是那支股票的這個return對不對 estate就是那些交易的日期 還有這個market return就是整個market的那個return的那個dictionary對不對 然後呢這一段是我們之前有看到的 這段是我們之前有看到的 就是我們剛剛這個怎麼樣去把那個 依照這個estate去把market return做出來的那個部分 那我們在這邊呢唯一一個這個大家可能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大概是這個 這邊是一個這個簡單的一個這個錯誤的檢查 就是說呢如果說你的這個xlist 就是你做出來那個independent variable就是market return的長度 跟你的股票的這個資料的長度不一樣的話呢 那就表示資料有誤 對不對資料有誤 所以這時候呢我們就不應該繼續執行下去了 不應該繼續執行下去 那我們之前的做法 遇到的問題通常都是return new啊之類的 那事實上Python有提供一些這個這個錯誤處理的一個機制 那我們這邊用的一個機制就叫做raceException raceException就是叫Python呢不能現在有狀況了不能再處理了 然後呢這個Exception的這個名字叫做dataLensError dataLensError 那這個這一行就會讓整個Python停下來 停下來然後印出錯誤訊息就會看到這個dataLensError 如果沒有的話呢你接下來就是可以去run一個回歸 這個回歸大家都有寫過對不對 就是你就是有把x跟y丟給他 然後就把這個return這個 把一個這個list傳回來就是這個回歸的結果 好我們就直接return這個東西 好我們直接return這個東西 那所以這邊這個raceException基本上就是 就是叫Python報錯 叫Python報錯 那所以regression這個我們就不再細講 因為return這個regression這個 simple regression這個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了 那我們在這個 我們的model基本上就是一個單變數回歸 然後呢我們主要關心的事情 大概就是這個alpha head跟beta head 就是這個擷具項跟斜率項 另外還有一個所謂的rSquare rSquare這個東西 那所以呢我們這個 我們定義的這個simple regression 我們的程式碼就跳過 我們return的東西呢就是 alpha、beta、s跟rSquare s就是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residual standard deviation 所以呢你如果去測試一下這個東西 你把x跟y丟給他的話 你這個simple regression就會傳出 傳回一個list裡面有四個 這個就是alpha、beta 然後呢 standard deviation還有rSquare 是這樣子 好 所以有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我們已經接近了 我們已經接近了 我們已經這個快要可以真的開始來跑東西了 對不對 然後呢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一些這個資料 一些這個變數去記錄 就是說我們到底這個回歸的結果是什麼 是什麼 那所以呢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建了一些變數啊 這個是coid的list 就是那些這個股票的代號啊 的名字啊 然後這個alpha 所有每一支股票的alpha 還有每一支股票的beta 還有每一支股票的standard deviation 它是每一支股票的rSquare 這一開始都是空的 對不對 我們跑回歸的時候 每一次跑 跑完就把它資料丟到這個list裡面 對不對 然後呢 所以我們每一次跑回歸的時候 是用一行類似像這樣子的東西 對不對 compute model 然後呢 把這個out1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第0個 這個element 就是它的這個alpha 第一個element就是beta 再來就是standard deviation 然後rSquare 然後在這個回軒裡面呢 這個coid 事實上就是要是前一個coid 因為我們是偵測到 coid不同的時候呢 才開始跑的嘛 所以用的是前一個coid 跟前一個這個名字 好 然後呢 這些東西呢 全部都這個 弄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大概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 這個if這一行 對不對 之前大家有看到就是說呢 它前面有個判斷 就是說呢 如果說你的資料長度呢 太短的話 那不會做 只要資料長度要大於一個minima的lens 的話呢 你才會去跑回歸 對不對 這個長度是你可以指定的啦 那一般來說 我們可能就是如果 希望它能夠有多一點的結果的話 可能比如說最少要無比資料 一年之間最少要無比教育的資料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minima length大概就是5 對不對 你也可以設更高一些 那後面就是跑完回歸之後 就是把這些資料全部都 把結果全部都寄到我們剛剛設的那些變數裡面 這個做完這些事情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把整個程式拿來跑了 我們現在就來稍微demo一下這個程式 這個Saber上面也有這個code 所以大概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import的東西有什麼呢 有什麼CSV CSV-Sorter 然後呢 還有這個statistics 我想一下這個是拿來幹嘛 我有點忘記了 這個mapplotlib是拿來 拿來這個plot這個 拿來到時候這個做圖形的這個 視覺畫畫圖的 那這個mapplotlib我們到時候 孔老師會再細講 我們今天就是只是跟各位demo一下 就是說這個 這個python畫圖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整個東西就是說呢 這個一開始的時候呢 做的事情就是設這個wd 就是walking directory對不對 我再讓它大一點 再大一點 這個walking directory呢 事實上就是是這個 你如果去Saber上面下載 下載完之後你解壓縮之後的那個目錄的路徑 然後這個market return呢 在這邊用的是所謂的這個 這個是一個相對的路徑 那相對的路徑就是相對這個 walking directory的路徑 相對walking directory的路徑 所以它是在這個walking directory下面的 的data的market return 那我們現在呢 一開始demo的時候 這個year stream是用2016 那有這個year stream之後呢 它就會去做出這個 這個每一個這個股票的input的分子 然後做出這個temp的file 就是我們這個raw data讀進來之後 我們不是一開始會把這個 這個空白消掉的那個file 還有最後是排序完之後的file 然後呢 我們的minimal length設的是20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walking directory 把它換到我們前面指的指定的 這個walking directory之後呢 然後呢 然後印出現在的walking directory 然後呢 後面就是這個regression的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事實上跟各位作業是很接近的 所以 就是這個基本上跟各位作業是很類似的東西 然後它return這四個東西對不對 alpha、beta、s、跟r2 然後呢 compute model做什麼事情呢 compute model就如同我們前面看到的事情 就是它就是把這個 把這個y做出來之後 然後直接去call simple regression 然後就return了 那 所以整個過程呢 大概就是說呢 我們先用這個 這個 先把market return讀進來 做出了這個dictionary之後呢 後面就可以開始把每一支 把這個股票的資料讀進來對不對 股票資料讀進來就是先經過我們前面講的那些 前處理的部分 像這邊做的事情就是是把這個空白消掉 對不對 然後做 然後call了csv solter對不對 然後csv solter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資料讀進來 然後就可以開始 我們前面講的那個 那個一行一行讀進來 然後呢 每一支股票讀完之後 跑回歸這件事情 那就是每一支股票跑回歸這個事情呢 整個過程呢 就其實大部分的程式碼 大家之前也都看到過了 然後呢 最後跑完之後呢 就把它close對不對 然後呢 最後這個部分就是最後一支股票的 最後一支股票的 我們前面說 這個程序會漏掉最後一支股票 所以我們把最後一支股票補上來 然後呢 最後呢 先report一下 average r square 所以剛剛那個statistics 那個library就是拿來算這個 平均的這個r square是多少 還有這個總共有幾支股票 對不對 然後呢 接下來的東西呢 就是視覺化的部分 那視覺化的部分呢 我們就這個 先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讓它跑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如果跑它的話呢 我們就用這個 所以我們就這個打Python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程式的名字 所以前面你看到這個 剛開始前面兩行 事實上是 CSV sort的部分 對不對 然後後面它就開始跑 所有的一支一支的回歸 一支一支股票 跑跑跑跑跑 然後呢 總共有 所有的股票跑完之後呢 就跑出這個視覺化的結果 然後呢 所以呢 我們就先來看結果 再回去煩惱這個 再回去煩惱這個 這個東西怎麼來的 那這個東西 這個畫 這個圖是什麼呢 這個X軸呢 是這個 X軸是β X軸是β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Y軸是α Y軸是α 那我們前面你如果還記得的話 β是什麼呢 β就是說呢 你這支股票跟市場 這個同步變動的狀況 所以你發現說呢 事實上大部分的股票 的這個β都是正的 對不對 有的β很高 有的β很低 對不對 有的β有到2點多的 比如說像這個是大力光 大力光 大力光的β大概是 哇 可能接近2 對不對 那有一些β 有一些β是負的 像這邊很明顯的 有一個負的β是什麼 台灣高鐵 台灣高鐵 這也還滿合理的對不對 台灣高鐵它就是 不受這個大家大盤的影響 對不對 然後呢 所以這個α呢 當然是越高越好的 α大部分的人的α都是接近在 大概都是0附近對不對 然後當然會有一些人特別好 一些人特別不好 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現在最上面這一支呢 叫做什麼美極極 美極極不知道是什麼 那你如果要看這 比如說我們可以讓它 潤印到某一塊對不對 可以看這一塊 那所以這一塊的話 你就會看到說 比如說這個大力光大概 大概α是0.2 0.2左右 0.2 然後台陽 台陽不知道做什麼的 我不是很清楚 我不玩股票 那 然後呢 這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整個市場的這個 這個α跟β的分布 大概是什麼樣子 所以這個大概是這個 就是你把剛剛那些東西全部都 跑一遍之後的結果 那我們就先回到 我們的這個投影片 所以這個 這個接下來就是說 那我們剛剛那個結果是怎麼弄出來的呢 我們剛剛用的那個東西是所謂的 那個map-plot-lib 那map-plot-lib這個東西呢 它就是可以幫你去把這個 這個結果把它畫圖畫出來 那但是呢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說呢 我們前面事實上有說過 Python3版的中文support是比較好的啦 但是雖然說比較好的 現在還是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map-plot-lib 它事實上這個中文的這個support 有一點點小問題 那這個小問題造成我們必須要 用一個比較奇怪的方法呢 去指定這個中文的字型檔在哪裡 這件事情 你如果做了這件事情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map-plot-lib裡面 顯示中文的資料 那所以這個整個map-plot做的事情就是說呢 一樣我們就是說呢 import它對不對 然後呢 plt的意思就是說呢 以後我們就用plt去代替這個名字 然後呢 另外這個 這個importformproperty這個東西是用來處理自行的 from這個地方對不對 然後所以如果是 from這個東西 import這個就只有import這個東西 然後叫這個名字而已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是先去把中文的字型 就是把它 字型檔把它這個設定好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畫圖 那我們畫圖的方式就是說 我們先做一個這個 做一個空白的這個 空白的一個這個框框 然後呢 告訴他我們要做skater plot skater plot 然後呢把beta跟alpha丟進去 就是我們前面的那個beta跟alpha 那這些東西事實上就是 是這個 我們之前算出來的那些東西嘛對不對 那這些東西就只有點 點一堆這個點而已 那我們後面還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要把每一個點標記它是哪一支股票 那要標記這個股票的作法呢 就是說呢有沒有用這個 ax.annotate這個指令 那這個annotate這個指令呢 就可以把這個 把每一個 把在你要的位置 去把這個 標記一個你要的這個文字 所以我們做的事情是把這個namelist namelist裡面事實上呢就是每一支股票的名稱 好每一支股票的名稱 然後呢這個enumerate做的事情就是說呢 它是一個回圈 然後呢 第一個東西就會是0 然後呢這個名稱 11名稱2名稱這樣子 然後呢 依序呢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把它的這個在這個點的這個位置 這個beta list跟alpha list的i 就是是那一個資料點 第i個資料點的這個坐標嘛 然後呢它的這個名稱就是 就是標它的名稱 然後呢最後plot show 就是把這個東西秀出來 把這個東西秀出來 那所以這個結果就會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樣子 所以它就是一個這個x軸是beta y軸是alpha的一個圖 那你當然可以去做run in 像剛剛各位有看到 一些這個run in run out的一些這個動作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 是這個右上角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beta比較高的部分 所以你會看到台積電好像在這裡 台積電還是在這裡 是吧 那看不是很清楚 那這邊就是 這個是一個beta比較高的台陽 然後呢台灣高鐵這個部分 這些都是是屬於這個beta是負的 就是它是跟這個整個大盤相反的 相反動作的這些股票 所以這個大概是這個部分 所以你會說做了這麼久做到這裡來 那接下來要幹嘛 那接下來就是說你可以從這個beta跟alpha的plot 你大概知道每一支股票的特性 那你當然可以去選擇你要什麼樣的股票 或者你要什麼樣的這個股票的組合 那這個東西當然就不是我們這個課程要處理的 我們課程就是到這裡 就是讓你可以有這個alpha跟beta可以算出來 對不對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講一個事情 就是說這個r2這個事情 那大家有學過統計的話 大概都知道這個r2是什麼東西 基本上就是說這個模型可以解釋 這個independent variable的這個變異有多少 對不對 那我們在這邊每一支股票的這個ri 就是它的這個dependent variable對不對 然後所以呢這個r2可以把它看成是 這個每一支股票的這個return的變異裡面 有多少可以被這個market的變異所解釋的 所以呢如果說r2比較高的話呢 就表示說這支股票是比較會隨著市場變化的 對不對就是市場高的話呢 股票也如果市場好的話就是股票也會好 市場不好的話就是股票也會不好 對不對某種程度上 或者是反過來或者是反過來 就是它可以受它受市場的影響比較大的 那所以呢你如果說呢 我們剛剛run的是2016年的資料 對不對我們剛剛run的是2016年的資料 那如果說呢我們把每一年的資料都拿來run 然後呢把它的平均的股票的r2 把它畫出來的話呢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就是它高高低低的對不對 就是說2000年的平均的股票r2 可能是0.27啊 有些年比較低 像2005年的話它還滿低的對不對 2008年還滿高的對不對 像2016年的話算是相對比較低的 那看起來好像沒什麼道理對不對 好像就是股票的r2就是會變來變去 有些時候大家是同步的變高 有時候大家就是說一起變 像這個時候2008年的時候 它是大家如果就是它只有每一支股票 單一股票受市場的影響是比較高的 那像2016年去年單一支股票的時候 市場的影響是比較低的 那如果說呢 這樣看不出什麼東西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我們稍微換一個方式 來整理這個資料 你就會發現這個有一個 有滿神奇的結果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是換一個方式來畫這個圖 就是說我們把年份 把X軸把年份換成那一年的 就是最後一天的這個股票指數的這個大小 那所以比如說2016年它是收盤 看是多少 收盤就是最後一天 那年最後一天的這個股票指數收盤的那個大小是多少 我們就把它擺在X軸 Y軸一樣是那一年的R2 平均的R2 那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 這個平均的R2 股票平均的R2 跟那一年的這個股票指數的高低呢 有非常的密切的關係 那個關係是什麼呢 就是說呢 如果你股票指數是比較低的時候 比如說股票指數只有4000點的時候呢 那個R2是很高的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說像現在是1點的這種狀況的話呢 它的這個R2是比較低的 而且這個是consistently 在這幾年 在這10年左右的這個期間 都可以看到類似的狀況 它們事實上是一個線性的關係 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線性的關係 而且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還蠻不錯的 那我想就是說呢 你如果有稍微有在關注股票市場的話 大概會覺得這個結果並不是那麼的意外啦 就是說呢 我們知道說這個股票市場不好的時候呢 就是說呢 大家跟這個大盤的連動是比較高的 是比較高的 對不對 就像大概是這些資料點 那如果像股票市場好的時候 像現在是1點以上的狀況 對不對 那就會是這個大家跟大盤的連動 就比較沒有那麼高 比較沒有那麼高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有趣的現象 那我不知道其他的股票市場有沒有這個現象 不過台灣看起來這個還蠻強烈的 蠻強烈的 好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說 從這個單一支的股票 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看到 每一支股票的這個 α跟β對不對 還有你可以去看他加總之後的一些 這個現象 一些現象跟特性 那所以這大概就是今天我們要說的事情 然後呢 我們這個 我們今天就是說呢 跟大家這個展示了 從吳道友怎麼做 從資料的下載 資料的前處理 回歸分析 然後呢 後面的一些視覺化 然後呢 以及最後的這個加總的一些這個結果 的一些這個處理 那當然我們今天用的是比較簡單的工具 比較簡單的工具 如果說呢 你真的是要做這一類的資料分析 有些時候你要做的事情是 你可能要先survey一下 現在有哪些好的工具可以用 好的工具真的可以幫你節省掉 非常多的時間 非常多的時間跟精力 那你如果用了好的工具就帶你上天堂 對不對 用了壞的工具你就會下地獄 而且你會是在無間的地獄 出不來 所以就是說有些時候呢 這個定期的做一些survey 還有跟別人的交流 有些時候是還蠻重要的 那這個是結語啦 那我們今天就是 就是跟各位demo的一個一些 我們今天的做法大概是就是 非常的限制自己用最少量的 所謂的第三方的工具 然後把這個事情做完啦 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大部分的事情是 就是大家在之前的一些作業啊 還有這個課堂上面 都會有看到類似的做法 所以你如果把這些東西 都融會貫通的話 其實你真的是已經可以處理 這個真實世界的一些 這個資料的分析 資料的整理的相關的議題啦 那後面當然就是 就是你自己還是需要做一些努力 把一些這個 把一些gap 補起來 這樣整個東西做起來 才會完整 才會有用 所以這個大概是 我們今天上課的內容 就這樣講到 我們今天才講到 這個世界上課的 已經有了 在這就在那裡 有了 我們今天下課 我們來講到